来看一下 筛选的话 如果说我们这个地方输入王的话 那应该是找不到 因为它不是关键字 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们这个地方筛选的时候 记得筛选 有不要放这个 放这一列上 然后这个地方你不能用等于 等于的话是说 这个储存格里面完整的 比如说你一定要是 两个字的话就两个字 三个字就三个字 完全一mage才OK 所以怎么办呢 你要用哪一个 特别注意 关键字来了 包含 包含应该顾名思义 就是不管前面是什么 不管后面的 只要中间有那个关键字出现的话 那个储存格就是我要找的资料 OK 所以特别注意 但是问题来了 我要怎么样在筛选的时候 可以实现这种筛选的效果 特别注意 我们来改一下 特别注意 如果刚刚这样不OK的话 把它删掉一下 改的话 第一个一样切到 那个visual basic这边来 关键的地方在哪里 在Auto filter后面 有没有 本来这个地方找第三 第三 那就是一样 切Auto filter 不过如果你前面有shits 你如果按空白 它不会提示 所以如果你要提示的话 可能要先把这个拿掉 然后Auto filter 空格 有没有 第一个 Field 哪一栏 第三栏 逗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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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riteria 1 Qriteria 1是条件1 第一个条件 所以顾名思义 后面我们还会再提到 有没有 这边有个Uppervator Uppervator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这边可以是连集 或者是交集 然后你可以什么 一个 除了一个条件之外 这个是Qriteria 1 你有个Qriteria 2 也就是你可以 最多两个条件 可以end或偶尔的方式查取 OK 但是我们先不要弄那么复杂 我们先用一个条件就好 那Qriteria 1是什么呢 特别重要 如果你给X的话 交到全部都一样 那如果说你要用 关键的查询的话 怎么做 特别重要 它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做法 就是那个字串 里面假如说 等于什么 等于王 原来是这样对不对 等于 如果包含怎么改 特别重要 请你在王的前面 加一个信号 在王的后面呢 再加一个信号 OK 这个应该可以看懂这个意思 这个叫包含 可是问题哦 如果将来我不是说 王是我 就是固定刚刚输那个字 但是如果将来我是要从 从input box得到X的变数 放到这个王的话 那你要把这个王变成X 怎么变 就变那个口诀就好了 双一号两个移到中间 and两个移到中间 放给X就好了 然后呢 前后 再把它空白 这样就OK了 意思就是把X的变数 放在这个字串里面 那其实最关键的地方 如果你记得起来的话 其实就是说 你必须在X的前面 加上等于信号 在X的后面 再加一个信号 把它串在一起的意思 OK 应该可以理解一个道理 只是说这个也蛮容易忘记的 OK 我都常常忘记 怎么办 没关系 就是再看一下 应该很快就可以唤醒 那个你的记忆了 好 做好之后的话 再来我们来试一下 刚刚不OK的 刚刚不是关键字查询 现在是不是呢 试一下就知道了 这边是个中断点 因为我确定的话 然后把它这边再执行一下 输入网 刚刚网里面没有东西 现在会不会有东西呢 按确定 我把它射中认 直接在这里 然后这个地方 错了 少一个什么 少一个训 刚刚我把它删掉 OK 没关系 执行 这个时候的话 我把它切过来看一下 有没有 网里面应该只有老王 没有小王 小王 小王跟这没有关系 现在好像姓王 然后又年纪很小的 就蛮倒霉的 然后被叫小王 感觉好像不是很好的称呼 OK 好 那我们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找到了 所以特别重要 关键字 这个 就这样 还蛮重要的 以后如果你要用关键的查询的话 就是用这个方法 要把它记起来 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然后再把资料扣过来 给老王 然后再自动调难宽 最后的话 再把切回第一个 把筛选关闭 OK 好 这样的话我们大功告成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刚刚这个 就是X的话 改成就是关键的查询 所以有同样的方法 如果 假设你不知道 你要找小张 你打个张就可以了 我们按个确定 张有没有出现 有 小张就出来了 OK 类似像这样的方式 待会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 在解决那个什么 刚刚那个防呆的三个方法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input box 那个宽度 对 可以自定吗 没有办法 input box 是固定的 因为它的好处是方便 但它缺点是 它没有办法去变动 你要办法去客制化 对 如果你要客制化 就是自己要 去拉那个表单 对对对 OK 所以 因为我们只是 刚开始只是想说 方便委员者的话 那你觉得 input box 就好了 不然的话 其实要画一个表单 然后还要让它秀 然后还要传资料 test box 一一里面东西过来 其实 当然也是OK 只是说 相对复杂 如果你只是简单说 哦 老师我的工作很简单 我只是我老板 他问我什么 然后我可以很快 输入input box 资料 然后马上查出来 告诉他 或者马上把资料丢给他 就是这样而已 就好了 那你就不用这么复杂 弄个表单出来 OK 所以有的时候弹性 我一直很强调 因为说真的 不是每一件事情 都一定要把它做 做着一套很复杂的系统 不用吧 你只是简单 快速 有弹性 那事情很快就做完了 对不对 那你会多很多时间出来 也不需要说什么事情 都一定要把它弄得 好像一定要尽善尽美 这样子 然后弄完之后 你会发现 我做这么复杂的东西干嘛 因为其实我印象蛮深刻 我刚入行的时候 其实我就是搞不清楚 什么地方要简单 什么东西要复杂 所以我每次老板叫我做 我就给他做得非常尽善尽美 然后他每次都看我说 他就是 因为可能那时候我还不太清楚 后来慢慢可以 比较可以抓到那个 大概他要什么 有时候就看 可能这个案子的预算多少 对不对 所以我常常先问说 你做的事情 你要案子大概预算多少 如果你预算只有那么 几万块或几十万块 那怎么随便做都可以 不是 自己心里这样 那你就不需要 除非说你那个规格是很高的 很大的预算 那我当然就给你很高的预算 的方法在做那个案子 OK 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还是要看 实际上案子的大小来决定说 你要怎么去做 那我是觉得VBA的好处就是说 他基本上至少 他可以达到你要的效果 但是又不会花太多力气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给各位参考 然后试试看 关键字查询部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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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